还记得我们上次介绍的无尽迷宫 Endless Dungeon 吗? 上次简单介绍了一下游戏的玩法 并没有太深入的去解说游戏的详细内容 就是担心测试版和正式版会有很多的不同 说太多反而会怕观众到时候玩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如今我们终于收到了正式版的完成品 就跟我们担心的一样 正式版还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是是好的不同 这集我们会为大家来介绍正式版与测试版的差别 像是能用的角色增加到了8人 还有一个反死人的幽灵系敌人 测试版不能去的核心区域也终于开放了 最棒的还是总算有难易度可以选择 正式版开了简单的模式 玩起来真的是爽多了 天诺师好 来尽每天开简单玩样式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选者 我是Riko爸爸 上一次我们玩了CPT 介绍过一次 先皮过胖了 那这一次完整版全破了 再来分享一下心得 首先我们来快速的重温一下 《无尽迷宫》是一款怎么样的游戏 它是结合了塔房 动作射击 Rogelite 的玩法 最多可以三个人连线一起合作 是在一个太空战里面 无尽杀敌的游戏 每一层都有无限的敌人让你双双打 就跟小强一样永远都解决不完 我们要扮演困在这座太空战里面的人 跟薄洋葱一样 带着关键的水晶机器人 一层一层慢慢深入好几层皮的太空战核心 太空战总共有四层 每一层都有三个区域让我们来探索寻宝 闯关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保护水晶机器人 其次才是自己的生命 太空战每个区域都有需要水晶机器人才能打开的门 也有敌人是需要用到水晶机器人的碳砖功能才有办法打倒 所以只要它坏掉了 那我们也就要跟着全灭啦 理所当然 所有敌人的目标都是这台水晶机器人 整个太空战里面只要有敌人出现 就会往这个水晶机器人直直冲过去 所以我们该怎么防守就很重要了 虽然我们能用手上的枪把敌人一个一个打倒 不过这个也太没有效率了 只用枪来防守的话也不能到处走来走去 就只是在浪费时间 不如在水晶机器人的周围盖一些防御的设施 打怪交给这些自动炮塔不就轻松多了吗 总之游戏的流程就是 到达一个区域 探索 收集资源 防御 带着水晶机器人到下一个区域 每两个楼层都会有一个头目站 每一只打法完全不同 非常有挑战性 OK 再来就是实际玩正式版的内容 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找到宝箱 打开之后除了武器 还有机会拿到钥匙或者一些收藏品等等的东西 全面或者是全破带回基地之后 就可以解开新的区域或者是新的角色 这个就是肉哥 ROG 类型的游戏特色 每次玩就算是GAN OVER 一样都会有新的内容 让玩家每一次重玩都会有新发现 整个太空战就如前面说的 总共有四层 前面三层各有三个区域 共九张地图能够进入 最后核心区域就一张地图 不过不是一开始就会立刻开放 是要等我们拿到足够的钥匙 才会一个一个慢慢的解开 像是第一层的三个区域 星宇港口 前信庭园 还有太空站总部 每个区域都会有各自要收集的东西 遇到的敌人种类也会不一样 连接到第二层的地图路径也会不同 可以牵在交易厅还有駭客站里面 确认一下地图的路线 角色方面跟试玩版比起来 新增了四个角色 试玩版一开始能用的扫敌弓 正式版从一开始就是常租的角色了 其他的英雄还有像是虫子的卡蒂 在酒吧条酒的龙人法西 本身就是一个炮塔的战友 八个英雄每个都非常有特色 有的角色就是输出大伤害的 有的就是控场 补血这些支援类型的 还有可以免费盖炮塔这种特殊类型的 我就是属于保守型的玩家 能够补血的小训我是觉得最好用 另外一个角色可以搭配卡蒂 他能够群体控制一大群的敌人 两个搭配起来的好处就是节省资源 不用花钱去买一大堆的补血包 敌人海过来的时候也可以群控 也有充分的时间来反击 至少这个是我全破的组合 角色能拿的武器有分为两大种类 小枪跟大枪 就是这么简单又暴力的分法 像是小讯 扫敌弓 地宝 法西 他们就只能用手枪类的武器 其他人则是拿重型枪械 所以组合队伍最好就是两种类型的角色 都要有才不会互抢武器用 武器的本身还是有很多的属性 有对虫子比较强的火焰 对机器人用的就是用电击 异形则是怕酸食 对敌人若点属性攻击又造成暴击的话 就会引起爆炸 威力非常强大 不过如果用错属性 攻击威力反而会降低 所以我都偏爱用没有属性的 或是对幽灵系敌人有特效的光线属性 就比较不会被敌人的抗性减少伤害 子弹的种类则是射速要越快越好 狙击枪或者是要集气射击的那种射速很慢的 虽然它的威力高 但是实在是用不太顺 说是这么说 只是游戏里面拿到什么武器 主要还是看运气的问题 美把武器有分成五种的稀有度 越稀有攻击力大就越高了 看到稀有度高的 就不管什么属性先拿再说了 除了手中的武器 最强的攻击方式还是盖炮塔 虽然一个炮塔的威力不算大 可是一堆炮塔加起来的威力就真的很夸张 这些炮塔跟武器一样 有各种属性可以盖 一开始我们就只有机枪塔一种 我们要去研究终端机 消耗科技资源 才能去学会怎么盖新的炮塔 研究的越多 能盖的炮塔种类也就越多 如果是已经学会的炮塔 还能够研究二星三星的进阶炮塔 威力 距离 射速都会大幅的增加 比起种类我会优先选择生星 CP值比较高 再来是最强最OP的 看起来超级不起眼 又超级便宜的幼儿塔 这个东西简直就是无耻 盖了之后大范围内的敌人 会无视任何东西被他直直吸过去 只要在幼儿的旁边无脑一直射 或是在路上盖一大堆的攻击塔 可以轻松解决大部分的敌人 幼儿塔又很容易被打坏 所以没事就要用近战攻击敲一下修理他 或者是盖一个诊断塔他能自动修理同一个房间的塔 还有一个好用的功能 只要对诊断塔用近战敲一下 房间内所有的塔会一次浮满血 所以当想要节省资源 一个人抵挡一大群怪物 只要盖个幼儿塔还有诊断塔 站在诊断塔旁边一直往幼儿塔的方向射击 就可以无脑打死所有的怪物了 幼儿塔快要爆了 只要近战敲一下诊断塔 幼儿塔又是一尾活龙 你只要在旁边射射射就好了 前一部影片有提过 这个游戏的资源取得方式非常的特别 是要靠开门这个动作来获得的 开门越多 获得的资源就会越多 但是敌人来袭的次数也会越多 虽然开门有资源 却不能乱开 探索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往四面八方开门 到时候敌人来袭的时候也是从所有方向攻过来 要换一大堆的资源盖防御塔才能守住 不如一开始就只往一个方向探索 确保敌人的攻击路线就只有一条 如此一来在初期最缺资源的时候 只靠英雄就能够守住敌人的进攻 连塔都不需要盖 把资源留起来 给后面更难的关卡用 除了开门会吸引敌人进攻 用研究终端机开始研究新的塔 或是移动水晶机器人去开门的时候 也会触发敌人的攻击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撇包 那就是在机器人去开门的时候 顺便使用研究终端机研发新的塔 这样一来 只要水晶机器人成功开门到另外一个区域的时候 研究也会瞬间完成 直接省下一堆时间 再来我们来看看正式版有哪些敌人 每一种敌人都有各自的特色 像是虫子组 他就是数量多 还有会躲起来一直生虫的寒羞虫后 没有找到他 他就是不停的一直生 一直生 没完没了 机器人类型 他是会维修同伴 还有远距离发射飞弹 还有攻击力超高的 敬畏机器人一刀就把你砍残了 异形就是硬 一整群里面总是会有几只硬邦邦的 像是正面攻击就是完全无效的硬骨魔 或是本身就是一个超大肉盾的锯齿魔 打起来超级累 不过这三种类型都没有幽魂系来的麻烦 这个正式版才出现的幽魂类型 每一种怪物都非常的麻烦 光是最弱的鬼魅 打一打就会突然消失 不是引擎那么简单 是整个disappear 连打都打不到 只能慢慢等到他们出现才能再打 灾恶魂也很烦 虽然他不会打我们 但是他会默默的把那个塔给关掉 害我们的防御莫名其妙就崩溃了 看到塔变成黑色的 就是被他给shutdown了 要近战把炮塔打醒才会继续运作 迷防鬼是一个适应能力超强的幽魂 他会立刻适应第一次被攻击的伤害类型 机枪炮塔打到他 之后他就会完全免疫机枪攻击 逼我们要盖各种的属性炮塔 或者是自己亲自去处理 新手玩家也不用太担心 幽魂类型的敌人不会一开始就出现 要等到第三层 或者是开了第一层的第三个区域才会出来 而且游戏有四种难易度可以选择 越简单怪物当然就越好打 那之间也会更多 也可以堆尸慢慢弄资源 等到解锁了售货亭这个商店 就可以花点废料来买宝箱 宝箱会让我们的冒险 一开始就有随机的武器 还有炮塔等等的东西 越贵的宝箱 有越高的机率可以开到好东西 运气好开到神兵 这场就是直接横着走啦 最后来快速的总结一下 这个游戏一个人玩很刺激 三个人玩超级爽 只不过游戏内的资源会互相共享 所以跟朋友玩的话 避免感情破裂 最好还是先分配下工作 分配下资源 谁主力盖防御 谁主力研发探索 谁主力提升角色的能力 我反正永远都是助力摸鱼 嘿嘿嘿 好了 无尽离公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拜拜 这篇文案是我们好朋友 巴哈的劳命空一帖写的 一帖这个人 平时跟我们玩游戏 讲话就很容易涩涩 讲什么都很容易歪楼 像是这次在录这篇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玩嘛 一帖就一直喊 该幼儿他 幼儿很便宜 让幼儿在你前面吸 你就站在幼儿后面射 我在荧幕后面已经 笑到不能自我啦